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直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型文化財 意思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岡仿沙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犬山城雖然不是最大的城堡 但是絕美的風景,傳統的商店街 以枝田心腸弟弟所建造的國寶茶室如安 絕對可以讓你有個精彩的半日遊 這裡位於愛知縣的犬山市 黎明古屋車站坐電車 將走路大概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到達 城堡本身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少數的城堡為現存天守 指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 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建築 很容易因為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毀 所以目前只有十二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是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這十二個現存天守 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而這其中十二棟中只有五棟為國寶 全山城就是其中之一 這裡據說於西元1537年由枝田信長的屬夫建造而成 在1617年時偉張德川家的城子 城賴正城獲售犬山城後 把城堡加以改良 接下來這四百多年來 經過了明治維新的廢帆至縣、地震 二戰後颱風摧殘 雖然經過多次修繕 但天守格一直屹立不搖到今日 全山城建造於高於85公尺的丘陵上 本王的天守格就出立於山頂之處 天守格高19公尺 占地面積大約700平方米 總共四層樓高 和32公尺高的紀錄層 比較起來小了很多 但這裡的特色就是四樓的屋外區 也是五個國寶城堡中 唯一可以走到室外的環形外廊 走一圈可以看遍這裡的美景 鮑勃最喜歡木登穿這一面的景色 除了在天守格看景以外 從遠方看天守格也不賴 全山城的對岸其實就是祈福縣 我們就來從祈福欣賞愛之縣的全山城吧 全山的城下丁非常的古早味 有種回到江戶時代在城郭散步的居民一樣 鮑勃就來推薦這裡的幾個美食吧 KOKOTOMO使用的全山這裡自家製的米製作的年輪蛋糕 非常好吃 我們拜訪了三隻碗店裝潢十分漂亮 在這裡邊吃邊休息吧 這一區也以各種不同口味的串物文明 大家來吃個串炸吧 也有不少小吃店販賣頂級日本和牛非駝牛的握壽司 雖然要賣一個1000塊左右 但可以吃到A5的牛 算是蠻划算的 拿來放壽司的盤子 其實是鮮貝 可以拿來吃喔 全山城東邊的有樂院 也是全山市的必訪景點 有機會的話可以申請參觀茶室內部 整個有樂院的腹地不小 有很多建築物可以參觀 在這裡悠閒的散步吧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